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 威娜16號 即過多24小時 就是MIRROR演唱會舉行的時間 希望當時高登仔和大家直擊 直擊之前有些資訊要告訴大家 無論大家是否去澳門 這些資訊作為姜濤也要知道 為姜濤打打氣 姜濤先唱會 不是MIRROR演唱會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威然的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之前 5月16號至19號 就是MIRROR澳門站的循環演唱會 當然很多姜濤 包括在下 已經和權策掌準備去了 顧問論 你是買了四場也好 或者只買了一場也好 我在自己姜濤組合裡面都說 有很多姜濤都會預備 在澳門玩幾天 玩幾天 你說玩兩天一夜也好 玩三天四夜也好 三天兩夜也好 或者五天四夜也好 五天四夜是最多 有些姜濤就很厲害 買了四場 買了四場這個門票之後 當然一句 除了看MIRROR演唱會 晚上 日後如果有機會就追阿星 如果沒有怎麼辦 這次銀河影卷都很清心 選了四部MIRROR的電影 其中三部都有姜濤粉去演的 厲害了 十六號和十九號 將會播了 剛剛有了第二個 中五十二點長的兩天 都是 五月十六號的下午兩點半 和十九號兩點半 就會播影道穴者 五月十七號 十八號的下午兩點 就會播這個 五家 五月十七號和十八號的下午三點十 就會播我十二怪 在這個銀河影院 就會展示給大家看 一起去買 相當之正 當你看MIRROR演唱會 當然我看姜濤 之餘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戲看 雖然四套戲之中 姜濤就要一套做主角 另外兩套 兩套做主角 十二怪都也是主角 另外兩套 一套就做這個 阿串 另外一套 就沒有去分 但是 都是有這個 都是 姜濤 都是佔了三套 那 那些粉絲就覺得 哇 很厲害 但另外另一邊商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爵士 我邊的 group 那裏 亦都說 盜月者 全家 同十二怪都 夠有Edan 粉 那也是 技術上 是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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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套都是主角 Edan 這樣 難道就是 真的 為Edan 去做這個 勢嗎 應該不是 我覺得是為姜濤做勢 大家都知道 這個 澳門的演唱會 其實 大部分的門票 都是被姜濤 姜濤 Sorry 被姜濤已經是 買了 被姜濤是 掃了 有很多姜濤都準備去這個 準備去這個 準備去這個 澳門那裏 做應援 做support 很多姜濤都已經是磨拳策像 到了澳門那裏 去做應援 我想 他們就出了 有些留意的地方 他們當中就做了一個叫做 因為在銀河中藝館 T&C那裏 舉行 那裏面都有一些規定 譬如 講 譬如我們最重要的 應援那時候的 燈牌 就不能超過A3大小的 A3大小 就是比A4大小小的尺寸 就不能超過 超過 超過呢 是不能帶入牆的 而帶 背包包包 就不能超過50x50厘米的 而且 還有一些 嚴重 帶入牆 摩擂瓶 酒精飲品 保溫瓶 都不行 噴霧 雷射筆 那些更加不行 抗音機 那些不行 基本上 你當作乘飛機 差不多 你好像乘飛機 那樣 那就是 這次演唱會 不給大的東西 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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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帶水 但是你說 真的帶太多 就不行 那 拍相機 亦都規定了 這個呢 是不能帶超過55mm 的變焦相機 閃光燈 航拍機 航拍當然不行 難道你進去放飛機嗎 是不是 不可以帶的 還有有保安檢查 那這些東西就是 大約的細節是這樣 這個 亦都有這個 澳門的應門 亦都是拍了一段 影片 那就是 講這個 講我們自己去到澳門 落選的時候 落選的時候 那就要怎樣去這個 演唱會的會本 這樣 這樣 相當之貼心 那 那 我想 譬如我都可能未必知道 怎樣去 那 其實坐輕軌列車就可以了 這樣 即是當你下了選 即是出了去 出了去碼頭 去到離城大頭 你就可以去巴士站 去巴士站 去巴士站 那裏 搭巴士都可以的 那 那 巴士其實是有些叫做 五十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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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由這個 哄仔的客運碼頭 就去這個 金剛匯展落 那 再下車 走五分鐘 看到的了 一下車已經看到 五分鐘就可以去 那 如果不是呢 你就坐輕軌 也都在哄仔碼頭那裏 去到坦西站 路坦西站 sorry 那 就搭十三分鐘 那 再下輕軌 走五分鐘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想不用錢的 就搭這個 去到銀河穿梭巴士 亦都由哄仔碼頭那裏 就去這個 往這個 澳門銀河的穿梭巴 那 你就可以去到這個 安達市酒店 下車 然後 兩分鐘就走到去 這樣 那 如果你不是在哄仔 那 就 經過這個 這個 港珠澳 澳門口岸 就要搭的士了 又或者去到這個 港珠澳口岸 就搭公共巴士102X 那 就走到去 這個 蓮花海 賓大馬路那裏 就下車 但是就要走十分鐘了 那 又或者 如果你想再方便些 就在這個 香港 搭一個直通巴 那 就 去到這個澳門 再 轉成這個銀河穿梭巴士 那 亦都去到安達市酒店 就兩分鐘就可以了 OK 那 當然 我自己覺得 就 因人而異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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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港珠澳 你去到碼頭也可以 你在香港直接搭 這個穿梭巴也可以 那 其實就各式其式 那 我會將這些資料 就 放回 在我自己的連結那裏 那裏 如果大家 即是 當然你如果 如果 熟澳門玩 去澳門玩開的 那就 不用理會 但是如果你 第一次 或者 真的太久 沒有去澳門玩 這樣 這樣 就可以參加這些資料 到時候 就去 因為明天 就是 那 就 有些姜糖 今晚 今晚 已經去澳門 那裏 叫做 什麼 去 預約了酒店 預約了 五日四夜 五日四夜 去玩 那 嗯 有些網友 都說 澳門 是不是 就是 你如果看完四場 當然 你是要這樣住 沒有理由 即日內會 但是 他們有時候 其實 雖然你說澳門 不是說很大 但是 你說 天天在這裏 澳門 譬如可能晚上等演唱會 日後 其實你走一下 一些碼頭 魚人碼頭 去一下賭場 看看 或者去一下明星 其實都 很多東西走的 不過 其實我都不用擔心 姜糖 其實你不走明星 你找些東西吃一下 咖啡店坐一下 都已經去了半天 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就不用擔心 而且我也覺得 如果去澳門 就 叫做 去 放鬆一下 周圍走一下 就是 當是一個 度假 而且最近的酒店都便宜 那 我呢 就會 會 在澳門 希望值得到澳門的演唱會 但你放心 在這個澳門期間 我們都會 風雨不改 繼續 會進行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放心 還有如果我有些特別的事情 我都會 看看 做不做直播 應該都是未必可以的 看看怎樣 還有我在這裏 就徵求我的觀眾聽眾 如果你有一起去澳門 參與這個最後一集 的MIRROR演唱會 如果你們有什麼拍攝 就歡迎你們去我的Facebook Message 高登仔就可以了 即是在這個畫面 黃色圈圈圈的QR Code 這樣進去 再用Message 就跟我說個Hi 就可以了 我就會 教大家怎麼做 那好吧 今次澳門 就是掛著澳門 姜濤的娛樂中間新聞消息就是這樣 下一節回來 繼續